好 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而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 沙蕙 沙蕙請說 不管晴天與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年假結束 禮拜一北 台灣就濃濃秋天的感覺 北部跟東半部外頭 不僅偶爾有飄點雨 氣溫也轉涼了 今天平地的最低溫 就出現在苗裡的公館 19.9度的低溫 但是越往南走 天氣就越好了 今天中南部白天 感受還滿悶熱的 在雲林的輪背高溫 就來到了32.9度 南北天氣可以說是兩樣晴 那麼進入新的一個禮拜 相信大家也很關心 天氣會怎麼變化 首先我們就透過衛星雲圖 來看這整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了 那麼這整個禮拜 我們主要都是受到 東北風的影響 尤其在禮拜二跟禮拜三 就是明天跟後天 東北風會持續增強 帶來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在桃園以北 以及宜蘭地區 不止於是會比今天更加明顯 在花東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也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那到了禮拜四 雖然東北風會減弱 但是因為還是會帶來 些些的水氣 所以封面的北部 以及東半部地區 仍然會有降雨的情況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尤其是平地地區 因為處在背封面 所以這整個禮拜天氣 都是相當的穩定 但是也因為好天氣持續 所以空氣品質就很難轉好了 空氣品質仍然會亮起橘色燈號 因此要建議民眾 外出最好戴個口罩 減少吸入張空氣了 那麼關心完天氣之後 再來關心溫度方面 現在因為東北風持續在增強 加上北台灣 明天的水氣會比今天還要多 所以溫度也會大幅的下滑 至於下滑的幅度會有多少呢 透過地面天氣圖上來看了 棉花北地區冷高壓持續的南下 台灣附近東北風 可以看到明顯的增強了 因為複面的桃園以北 以及宜蘭地區 整天都是涼收收的 溫度大約在22到16度之間 至於在中南部以及花東地區 明天白天高溫 仍然可以來到28到32度 但是入夜後平地低溫 一樣會降到22度左右 日夜溫差最多有10度 因此清晨跟入夜的涼液 會特別明顯 早出晚歸一定要多加煙物 不要著涼了 那明天各地沿海風浪 也會增強提醒近海作業的 漁民朋友 除了要注意保暖之外 還要留意風浪的變化 以及作業上的安全 至於部落的天氣跟溫度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屏東的獅子牡丹滿 週要留意 午後雷晶宇 高溫29度 低溫20度 泰國來一春日 高溫30度 低溫19度 三地門 霧台跟馬家 高溫31度 低溫會降到15度 高雄的桃園納馬山跟茂林 要留意午後 短暫雷震雨 高溫30度 低溫在桃園會降到10度 加以阿里山 高溫17度 低溫會降到9度 南逃的仁愛與池水 李希 多予道晴的天氣 高溫28度 仁愛低溫會降到8度 台中和平 高溫28度 低溫12度 天氣也是非常的穩定 苗栗的南庄師 坦坦 青道多云的好天氣 高溫27度 低溫17度 新竹的 關西 金屬風 多云甚至是 多云道晴的好天氣 高溫26度 低溫17度 新北 烏來跟桃園 復興明天氣 都是不穩定 高溫22度 低溫14度 宜蘭的大同跟南澳 也是濕涼的天氣 高溫26度 低溫14度 花蓮的 新城花蓮市 吉安 高溫28度 低溫22度 秀林萬榮 多云的天氣 高溫26度 低溫14度 雙峰封冰 天氣也是不穩定 高溫27度 低溫19度 鳳林光復跟潤睡 明天也是會下雨 高溫26度 低溫19度 桌西玉里跟富里 天氣也是非常不穩定 高溫26度 桌西地溫會降到8度 台東的長冰城宮 冬河要留意 局部短正雨 高溫28度 低溫21度 尺寸觀深 海端跟延平 多云的天氣 高溫28度 低溫 在海端會降到11度 露野台東跟北南 高溫29度 低溫18度 台馬里 大午清風跟達仁 高溫29度 低溫16度 高溫29度 低溫22度 高溫29度 低溫22度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要把秋冬的衣物 準備好了嗎 從明天引入到這個禮拜天 會轉為濕濕涼涼的天氣 外出除了攜帶雨季 在穿舊方面 也建議換穿寶藏袖跟長褲 才不會著涼感冒了 至於在中南部地區 雖然有好天氣 但是沒有好空氣 所以外出最好戴個口罩 而且也別忘了 多戴件外套 因為早晚涼衣會特別的明顯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預報